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這位救助人需要我們幫他做什麼 有請 我叫余昌璇 今年39歲 我來找一個 對我非常重要的一個人 他30年前離開我的時候 留下來一句話 因為這句話 我找他三十年 一直也沒停下來過 這個對他來說 非常重要的人是誰 30年前發生了什麼 讓他們從此天各一方 又是因為怎樣的一句話 讓他堅持尋找30年 從未放棄 在他身上 到底發生了什麼 有請 這還拿著禮物 三件圍巾啊 這是給誰的 這是送給我妹妹的 我到這裡來是走我妹妹的 我妹妹等著我去救她 她已經等了三十年 我已經走了也三十年了 小時候媽媽媽送給妹妹的一塊紅美金 我今天也送給了一塊紅美金 不知道妹妹現在有沒有結婚 也不知道她有沒有小孩 如果結婚了下面一條圍巾是送給妹夫的 擺的圍巾是 不知道妹妹生了個男還是女孩 男女都配得上 什麼時候跟妹妹分開的 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 那時候你多大 那時候我是十歲 十歲應該記事了 妹妹多大 妹妹六歲 也應該記點事了 怎麼丟的 當時我們家很窮的 主要是靠吃玉米服務為主 媽媽 基本上每天到村莊裏去騎頭 陶米帶回家給我們吃 有一天 我媽媽帶著妹妹去騎頭 一直都往上都沒回來 爸爸就走起來 就帶著我們幾個兄弟到周圍村莊裏去走 可是走了兩三個晚上都沒走到 過了半個月 媽媽突然回家了 爸爸就問媽媽 為什麼你一個人回來 還有妹妹怎麼不帶回來呢 媽媽把詳細情況告訴了爸爸 當時我們一個縣城的 一個人販子騙我媽媽到省外去要飯 好要點 我媽媽就抱著妹妹一起去到那邊了 到那邊才知道那個地方叫安徽城 碰不是故隆 我媽媽就跟妹妹就轉給了那個人 就被那個人光起來了 我媽媽看看情況不對 帶著妹妹一起逃 那天 逃的時候 正下著大雨 走著走著突然 突然 後面有個 三人脫落機 追過來了 追過來了 就被打走了 我妹妹就 說媽媽 你快點跑 以後人家五哥來救我 五哥就是我 我 當時我媽媽講的這句話 我心裡很難受的 我們家有九個人 六個 六兄弟 一個妹妹 我跟我妹妹年紀是相差最小的 相差四歲 為什麼你妹妹說得讓五哥來救我 你跟你妹妹關係好到什麼程度 吃飯的時候也就五哥陪著他吃 喝開水的時候也就五哥給他倒 去哪裡玩也就五哥陪著他一起出去玩 妹妹很喜歡跟五哥在一起玩 我記得有一次很深刻的一次 媽媽去外面去洗頭的時候 爸爸去張家裡幹活的時候 當時天氣很冷 媽媽送給他的一塊紅美金 是給我妹妹帶的 當時我們家有三十五顆橘子樹 我爸爸橘子成熟的時候再回家 我妹妹就挑了兩個橘子 一個大的一個小的 這個我印象很深 他兩個橘子都藏了一下 說大的甜點 這個大的橘子給你吃 但是我心裡很開心的 還有一次妹妹對我 也有一次很印象很深的 我妹妹頭頂上有個疤的 它怎麼弄的疤 那個疤不是刷的 是頭頂上長了一個龍蟲 原來妹妹頭頂上長了一個 像乒乓球這麼大的一個龍蟲 以前我爸爸是個軍醫 我爸爸就用那個手術刀 把我妹妹頭頂上那個冰彎球 這麼大的一個龍蟲給它割開 龍馬上就用出來了 用出來我爸爸看得不對 就剪刀 用那個傷口給它剪大一點 砂布捆到那個椰子上 沾一下酒精 裡面那個山盤裡面 給它清洗乾淨 那時候我妹妹真的很掙扎 很痛的 痛得受不了的 我一直抱著我妹妹的手 安慰她 沒事的 等一下就會不痛的 我妹妹掐著我的手 手都被她壓痛了 壓壓破了 在妹妹心裡 哥哥是無所不能的保護神 在哥哥心裡 照顧好妹妹是最重要的責任 妹妹的一句 讓五哥救我 是兄妹情深 也讓哥哥心裡 充滿自責和內疚 此後的三十年 她依然走上了 尋找妹妹的路 內心滿是堅定和執著 後來你想辦法去救她了嗎 那時候還小十歲 爸爸說 你跟媽媽在家裡 我認為一個人去走 爸爸每次出去走 我都很開心的 因為她出去走了 也許能夠把妹妹帶回家來 可是一次一次的出去 一次是回來都空著手回來 我都很失望的 後來到我十八歲的時候 我就去走了 走了結果 也沒走到她的人 只有我妹妹有一點希望 走到的地方 我都會去走的 到了二十三到二十六歲這個時間 跟我差不多大的年齡 都一般都 有些人都當爸爸了 結婚了 我們身上的人都給我 做妹 做對象 我都沒答應 就是因為沒找到妹妹 對 結婚了就沒錢 沒了錢 就走不到 沒本錢去走妹妹了 我妹妹等著我去救她 她已經等了三十年 我已經走了也三十年了 那五哥就是妹妹被拐走之後 你們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嗎 是的 我們家原本有九個人 六兄弟一個妹妹 老大是蓋房子 那是2004年的那一年 蓋房子從三樓刷下來刷死了 不小心刷下來刷死了 媽媽是從 也是2004年8月份下場病 嚴重病死的 但是臨時之前都 嘴巴裡都念落到的 妹妹沒帶回家可惜了 弟弟是2010年 在小溪裡洗鞋子洗衣服的時候 不小心丟在水裡去淹淹死的 我爸爸去年去世的2015年 去年是88歲了 身上病也很多去世了 好好的一家九口走了四口 剩下我二個三個四個的妹妹 一直沒找到 後來你就邊掙錢邊找妹妹 嗯 你知道多大才結婚 我是2014年結婚的 嗯 36歲吧 嗯 去年生了一個女兒跟我 我是11月時候的 我女兒跟我同一天生的 哦 我老婆也很支持我 支持我去找我妹妹 從那次看到那個電視上看到那個 等著我這個男部 她看看有好多拐賣的小孩子 都能找到 嗯 就我去試一下看看 打個電話去報個名看看 但是我老婆 嗯 就給我報了名 嗯 嗯 你老婆今天也來了吧 我老婆帶著小孩也 帶小孩哈 也來了 一起上來和大家見見面 嗯 老婆還那麼年輕啊 很漂亮哈 寶寶 好 來你好 您聽老師哈 你好來請坐 叫奶奶你好 大牙樂 來奶奶抱抱 奶奶抱抱 嗯 好 你說你請坐吧 剛才你老公說的一番話 你都聽到了哈 嗯 很感謝你 你為什麼那麼支持她 找妹妹 因為我和她 我們是在網上認識的 哦 然後我們是寫電話聯繫 後面才見面的 嗯 在電話聯繫的時候 她就跟我說了 嗯 說她妹妹是 和她媽媽去 就是以前家裡面很困難哈 去外面要飯的時候 把妹妹弄丟了 嗯 所以我就覺得 她能跟我說這些 覺得她坦誠 後面就選擇她了 你覺得今天能找到妹妹嗎 希望能找到 如果找不到呢 還會繼續找 還會繼續找哈 我還會繼續支持她 嗯 她跟我說這是 也是她媽媽的心悦 也累疚 也很自責 她說她媽媽生病的時候 嗯 一直都在自己自言自語的 在說哈 妹妹帶不回來了 妹妹帶不回來了 你老公啊 平常怎麼說起她妹妹呢 嗯 她都是在沉默的時候啊 然後只會 跟我說一句話 就是說 我一定要找到妹妹 一句讓五哥救我 從此改變了哥哥的三十年 三十年的尋找 三十年的等候 這是堅不可摧的兄妹親情 更是哥哥對妹妹的責任 今天哥哥戴著給妹妹的紅圍巾 在妻子和女兒的陪伴下 來到節目現場 分離三十年 寶長苦楚的兄妹 能否團聚 好 來 我們一起來看看 我們是怎麼幫你尋找你妹妹的 來 舒東 雲長雪大哥 你好 我是等著我巡人團的舒東 在我們等著我溶媒體平台上呢 我們接到了你發來的 巡人報名求助信息 我們也是立即梳理相關的線索 幫你聯繫了寶貝回家的志願者 幫你具體展開尋找 來看一下尋找的過程 根據你的描述 當你要送你媽媽回家那個好行的村民 是在安徽省蹦步市遇到的 所以我們把尋找的區域鎖定在安徽公部 並聯繫了安徽的志願者秋水無痕 幫助一起尋找 我在蹦步市固定縣 找到了一個女孩尋青帖 她記得自己和媽媽一起離開了老家 家裡有六七個哥哥 家附近有一棵橘子樹 小時候頭上動了手術 這些信息和你提供的高度溫和 但是她卻說自己不是被拐賣的 而是被一家好心人收養 根據你們雙方提供的非常相近的這個線索 我們也是立即對你們雙方都進行了採血 進行比對 來看看有沒有好的結果帶給你們 好 請打開我們的希望之門 好 請走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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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希望之門 好 請坐守高度溫和石頭 好 請走向你的希望之門 好 請救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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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